这个画面真的有点诱人 这么大了一块骨头 哈喽我是Amy 哈喽我是小鱼鹅吧 确定不是阿加西 有那么老吗 开玩笑 所以今天带我在这吃啥 你先看一看这周围 想哪里 我发现这里全是写的韩语字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吃韩餐吗 这你就说对了 这个地方就是整个纽约 吃韩餐最正宗的韩国城 你确定中城那家Ktown 那难道不是最正宗的吗 那你就不知道吧 这里也可比那边Ktown要大多了 哦是吧 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今天我们喝汤 我不喜欢喝汤 我先走了 啊别别别你先听我说啊 这家店 由不得你 就一个菜 就是牛骨汤 啊 坐下来直接就给你上汤了 哈哈哈哈 这么霸道的吗 而且这家店传承三代 哦 至今仍然在韩国城 一地步倒非常的火爆 那我改变主意了 我们去试试吧 试试 嗯好走 到了是这儿是吧 是个小货 啊 regular 啊 哈哈哈哈 这家店真的太萌了 刚才那个服务人小姐姐一过来 我还以为他会给我菜单 结果他直接来一句 辣还是不辣 然后我们选了不辣的 海盘 然后煎鸡蛋 墨西哥汤椒和黄豆酱 然后这个是蒜蓉 哇 这个画面真的有点诱人 这个汤还有点烫 我先教你一个上司我和韩国朋友来 他们教我的试法 还先加一片鸡蛋 嗯 嗯 那我跟着你学啊 OK 干嘛呢 加一片鸡蛋饼 加一片鸡蛋饼 然后蘸这个黄豆酱 蘸这个黄豆酱 然后放这个饭 好 然后再加一片海苔 再加一片海苔 对 这样 整个都包多饭 海苔包饭 现吃 干饭 蛮好吃的 我从来没吃过这种吃饭 这个海苔味和这个黄豆酱 配在一起 味道超级好 海苔那个脆脆的口感 然后鸡蛋又比较香 然后那个酱 酱汁的那种鱼 还有米饭绝了 因为他这边 他这边每一个小菜 都是可以无限加的 哦 太好了 你弄完这个小菜之后 他可以 你就可以告诉他 然后他再给你上 那是不是我直接来 我说我不要汤 只要小菜喝饭了 那你这样白表 我也没见过 喝一下这个汤 这里面还是有 那种细粉丝 这个汤太适合 就是寒冷的冬天早上来一碗 非常浓郁的牛骨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然后我们点的是不辣的 就比较清淡一点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点辣的 我天哪 他如果晚上能开店的话 我绝对每天晚上都 每天到这儿夜宵 对 这个汤确实很棒 他的牛肉味和牛骨味炖的特别足 哎 这种牛肉碎是从这个牛骨上剔下来的吗 对对 就他不会让你很尴尬的在拿一个骨头在那里吃 这个 他会把你把这个肉都已经剔好了 吃个牛肉碎原味 就嚼质 我觉得我下次来一定要试试那个辣味的 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嗯 他每一个里面都有这么大的一块骨头 给你们表演一下 说骨声 Ready go 我可以吧 上面觉得胶质挺好吃 吃一吃 直接就原始人上手了 是怎么让一个美女直接上手吃东西 你的苏女形象不要了吗 我没有苏女形象 可以啊 尝一下这个粉丝 这是红薯粉 韩式红薯粉 韩式红薯粉 红薯粉不错 这都是糯的 我来吃一个肉蘸一下这个 黄肉酱 我感觉这个酱正下来好吃 这就是那个韩国烤肉里面放的那个黄肉酱 他其实是很普通的黄肉酱 嗯 我感觉我 嗯 如果我能连来三盘 这粉丝怎么样他已经煮软了吗 讲这个粉丝 因为粉丝没吸满了这个牛骨汤的汤汁 我今天请粉丝吃粉丝 粉丝先吃 这牛骨汤的汤味啊 已经和粉丝融一几 对 之前吃韩餐总是就是很丰富 比如说韩国烤肉呀 然后那些拉面什么的 但是很少专门来一家店只吃他的汤 也算是一种比较奇特的 我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家店可能就是一个快餐店 我还喜欢你今天教我的那个新吃法 感觉完全停不下来 再给他一个 本来来喝他们的 被这个鸡蛋海苔包饭中炒了 谁能想到 海苔包饭会这么好吃 以往吃韩餐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吃都是那种 韩式辣椒酱 但是但是这种清淡的 的确是有点颠覆到我们对韩餐的认知 对吃的非常少 啊真小哎呀 这这汤完蛋饭神气啊 这一口下 一碗一口一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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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满心吧 一个字 真的太爽了 这是真的太爽了 5个字大哥 okok一个字一个字 真的爽 哈哈哈 yeah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然后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它的价格啊 他一碗牛骨汤是18块99 总共我们全部吃下来呢是47块钱 OK那一到五分的推荐 你觉得几分推荐呢 我给四分推荐 四分推荐 哪一个点你是非常想表扬一下 我觉得这个牛骨汤入口的时候 比较清淡感觉平平无气 但是到后面它那个胶质越来越浓 就非常勤奄 好 我感觉你体会得非常深刻 对 然后那哪一个点 你是非常想吐槽一下的 服务态度有待提升 服务态度 对OKOK好 那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愿意花20块钱来体验一下 今天我们来探讨这家店 韩式牛骨汤吗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不要忘了给这期视频进行点赞 关注还有转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上面有些胶质挺好吃 小伙伴们 prem